好 今天好 歡迎來到第一名 那 如果大家聽到還有鼻音 是因為有感冒 我還沒有完全好 那最後面就是心不緊 這個之前的 大家應該知道 欸 掉了 那 相信大家會在這邊看到這個影片 也是因為我舉辦的活動 那就是 中秋連假四天 讓你每天都有片看 大家知道嗎 看那個標題就知道了 現在是中秋節嘛 所以當然是要 好 那我們今天是總共集結了 八種不同的月餅 好的 那我們第一個可以看到的月餅是 鍋圓液 一個是七十元 再來第二個可以看到的是鼎泰豐 它是屬於蘇式月餅 是要烤過才能吃的 一個是六十五元 第三種是黃月月餅 一個是一百四十九元 它是兩個一組賣的 總共賣兩百九十八元 第四種是TWG 一個賣三百八十元 第五個是半島月餅 一個是賣一百九十元 第六個是新東洋的月餅 一個是賣一百六十元 第七個是順程的月餅 一個是賣五十五元 它是三個一組賣的 總共賣一百六十五元 最後一種是一支宣的創意月餅 一個是賣六十六點六元 它是三個一起賣 賣兩百元 好的 那現在呢 我們是要來算它的價錢 一個是零點九零九元 那麼頂泰豐月餅 測出來一公克的價錢為 1.1元 所以得出來大約是 一公克3.04元 得出來的價錢 每一公克為 1.909元 每一公克為 4.75元 得出來的價錢為 1.269元 測出來的價錢為 1.07元 最後是我們的一支宣 但是因為它是創意月餅 每一個的重量大小都不同 所以我們將會三個一起測 得出來的價錢為 每公克1.24元 得出來的價錢為 每公克1.24元 好的 那現在就來到了 我們的試吃時間 那我們就先來吃吃看 這個鍋圓液的月餅 它這裡面包的是鳳梨 怎麼說吃起來有點像 圓形的鳳梨酥 那我們接下來換下一個 頂泰豐的月餅 很特別 它這個舒適月餅 這可以當主食欸我覺得 這吃起來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那因為是熱的 它這個餅皮吃起來有點像 太陽餅 那我們接下來就換下一個 黃月月餅 一個要149元 聽說是香港非常有名的 堪比半島 裡面其實都是蛋黃 甜度到很適中 不過它太甜 那我們就換下一個 是我們的 TWG的茶口味的月餅 這個太大了 大到我們大概 需要用刀子把它切 那我們就切一起來下來 然後來吃吃看 它裡面包的東西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巧克力 大家沒有聽錯 它裡面包的就是巧克力 那我們來吃吃看 嗯 很特別 這個口味太特別了 這個口味非常特別 就是 有點像 巧克力 蛋糕 但是它沒有蛋糕的蓬鬆感 就是月餅 哇 這個 非常的創新好不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買買看 蠻特別的 那大概就是下一個 可見有名了 是我們鼎鼎大名的 半島 有點裂開了 對 半島 好不好 這個 蛋黃的 我們來吃吃看 真不過是半島 下以上這些 全部 我都沒有吃過 因為我以前 中秋節是不吃月餅的 然後這一次 特別為了觀眾朋友好不好 我就一口氣 吃了八種不同的月餅 價錢真的不肥 那再來我們就換到下一個 新東洋 這個品牌大家應該也都知道了 但是 第一個 它是鹹的 是我們今天說的唯一一個鹹的 再來它也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就 切吧 嗯 不錯 這口味大家可能 不會特別喜歡 它是 火腿 那大家就見仁見智吧 看大家 有沒有喜歡火腿 有喜歡月餅的 喝起來 嗯 差不多我們就換下一個 順程月餅 那我們來吃吃看 它上面有寫豆沙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它就是 那個 豆沙 然後 沒什麼特別的 算是有 有到 有到那個標準 對 然後我們再來就換到 我們 今天的 最後一個 這個其實也是我最期待 就是我們 創意月餅 那我們先吃這個 看起來最正常 哇 太有個味道 太有個味道 很特別喔 嗯 嗯 這個是 這個是 我突然想不起來 這是什麼東西 裡面包的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不錯 才就進入到我們今天的 最後一個月餅了 樹葉形狀了 能不能是抹茶 呦 摩擦 第一名 我會獻給我們的 半島 半島還是最棒的 第二名的話 我會獻給這個 那第三名的話 我覺得 我會選擇給 黃月 那第四名 我會給 這個 舒適月餅 第五名的話 我會給 這個 抹茶的 那 第六名 就是我們的 鍋圓液好不好 台灣本土品牌 還是 還是很棒的 再來第七名 是 我們的 順程 順程 就是 標準 第八名 是我們 TWG 再來第九名 是我們的 新東洋 這個 不方便拿起來 太多謝謝了 再來 最後 就是我們的 這個 芋頭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 以及訂閱 小鈴鐺 記得留言 在這邊 分享出去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這個真的好吃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